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的CBA各大球队已经进入新赛季的备战工作 在最近开始了一系列的热身赛 巴勾扩辽宁队也同样如此 那么毕竟我们知道辽宁队是上个赛季的总冠军 本赛季奔着这样的一个名头带着这么一个荣誉的话 他们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争夺两年冠来未免冠军 只有这样的才能够对得起他们这样的冠军身份 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在整个球队进行备战的同时呢 辽宁队这边内部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 对下个赛季甚至更遥远的王朝的未来发展的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 最新的辽兰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辽宁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来根据中国篮球官宣的一个报道消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是辽宁队这边的总经理啊 包括轻讯总监呢都发生了一个变化 首先呢目前辽宁队的老板刘景远年轻的二公子刘芷庆呢 将代替李鸿庆呢成为这一次的总经理 也就是球队的总经理 接下来会负责整个球队的日常运营 另外一方面呢前辽宁蓝蓝的明星边墙呢回归球队 并且会担任俱乐部的副总 以及呢轻轻训的一个总监 所以加上来其实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 能够赢来边墙的回归的话 那么其实主要在轻训方面呢 就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后续有希望呢 能够去赶超广东队这边的轻训工作 所以其实这一点对于整个辽宁队的人才输送而言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且这一次呢其实 整个老总的二公子能够回来去掌管整个球队的一个运营的话 那么后续在费用方面呢 应该会更加灵活 甚至有希望比李鸿信的时期呢 掌管的更好 所以其实对整个球队发展而言呢 这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啊 从长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而随着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之后啊 我觉得最终呢 其实对于整个球队的主帅扬名而言呢 他也成为了大赢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就像刚刚所说的 这一次刘子庆呢 成为了辽宁队的总经理 接下来有可能呢 有更多的一个大的方向 能够去支持整个球队的发展 对于杨明这个主帅而言呢 就有机会吸纳更多人才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一次边强这个核心的球星回归去 成为整个球队的轻训总监 能够帮助杨明呢 在青年队培养出更加多优秀的青年才俊 接下来来 作为主帅自然是非常渴望人才的 后续如果说 就从球队内部能够像广东一样 输送更多的人才的话 对于主帅而言就有更多人可以用 那么他就能够有更多好的一些啊 这一些主力呢 能够帮助球队获得更好的成绩 而他个人的一个教练职业生涯当中呢 也能够有机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杨明而言啊 这一次整个球队的一个变动了 对他个人的一个发展呢 也会有重大的帮助 从来而言 其实在新赛季到来之前呢 通过了解了辽宁队整体的人事变动之后呢 也看到了他们在新赛季的决心 和整体的一些计划 所以下来呢 我们也期待着新赛季到来之后 整个辽宁队能够不负众望 取得好的成绩 也期待着辽宁队这边的情绪呢 一方面为他们的球队 输送更加多的青年才俊 另外一方面在将来 也能够为中国篮球呢 培养更多的人才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